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就是環保志工在背後的努力 除了定期打掃公共區域之外 并且在回收日寫出大家垃圾變黃金 環保志工不只有打掃環境和環保回收很厲害 原理里里長蔡皇帝了解這群志工 平常生活歷練多 知識豐富 应该赋予他们更多舞台 发取社区种树教导幼儿活动 让環保志工摇上一遍 成为社区里的老师 这是原来的种子 它就是发芽出来 这就是发芽 发芽以后 它就会越长越高 越长越高 这样子知道了吗 那透过志工他们的专业 连接小朋友的家长 这是一个徐环性的东西 那把它全部都结合在一起之后 虽然短期间不会看到效果 我相信把这个观念给小朋友在他的思想里面 他在小小的小小朋友的时候已经有知道是说 原来树是可以用种的 它会成猪成群成林 就会达成说我的以前的一个梦想 環保绿化多种树的观念往下扎根 就是从这群小朋友们开始 里长邀请社区内的幼儿园排定时间参加课程 学临前的小朋友正是充满好奇心最想要学习的时候 让有多年种树经验的环保志工担任授课老师 为他们说明种树的小技巧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自己的一些很浅显的观点 把它应用在小朋友身上 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有多么的专业 那我们这些都是很基础的 我想跟小朋友做一个互动 跟教导他们一些生活上的尝试 为小朋友说明种树的重要性 需要的不只是有植物的知识 而是要一颗柔软的心 用幼儿听得懂的话语来和他们沟通 所以咯 有过育儿经验的女性环保志工们 就是最好的带队老师 带着小朋友种下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颗种子 因为这次是幼儿 然后希望说他们知道怎么爱护地球 然后从什么可以从小地方开始做起 所以就先教他们种树 跟他讲说把图埋起来藏起来 那种子就会发芽 就会长大了 他也是很高兴听 也不会说不排斥 也不会排斥 就把自己年龄矮化 就把自己年龄矮化觉得啦 就把自己年龄矮化 我希望我跟小朋友在一起觉得很开心 跟他们同圆同语的 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环保志工轻轻拉住小朋友的手 挖开土买下第一颗种子 期许未来这些小种子发芽长大 志工们从和小朋友的互动当中 可以看见他们的用心 而幼儿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指导 把这些绿化知识好好的留在心里面 未来能应用像这些绿制式一起为绿化家园做努力 你喜欢今天帮你上课的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很好玩 那你学到什么呢 学到种树 学到花可以喝水 然后要把它种起来 不行把它踩下去 这样妈妈会很伤心 这些环保志工们能够为社区做出的努力 其实有很多表现的空间 除了以身体力行的环保清洁工作之外 在里长的推动安排下 他们更是社区里最好的老师 担任起传递种树爱地球的重要工作 向年轻的一辈教导他们 认识绿化对环境的重要性 让未来的他们更有心也有知识 一起为居住的环境做努力